这些东西就没关系 但是智能就不说了 那些东西 绝对不说了 然后智能就不说了 但是如果因为怕失误 然后打架都没打好 然后就说完了 我们就真的没有什么 能学习的东西 那边理解吧 都希望队友不嫌弃我吧 都没想 都不会想去脱了队吗 都希望他们别嫌弃我吧 但我感觉 你还行吧 我没想哭啊 因为我前面已经哭过了 依德瑞尔是一个可供选择手 是可以拿依德瑞尔 这个节奏 以及现在牛头选出来 需要去做事的这种情况 依德瑞尔 哇 Amazing J 上单贾克斯 这是AJ此前在暧昧 以及BGBG 作为上单选手的时候 会选用的一个上单英雄 我印象很深 还是卡莎 卡莎的话 又是陷入了一个 会在下半区对线比较被动 且上一局的卡莎 我们也看到了 他那么大的一个优势 但是他中期打团 因为是一个三戒套英雄吧 他的能力就不够强 比赛开始啊 京城得比的决胜局 一级好像有冲突 抓牛头吗 崇瑞您叠了三个毛 然后四根五根拉一下 哇 这点火没有下 点火下的话伤害会差一点点 就会变成是散现追A 但如果是排位局 这个牛头应该是会被追到死 但是比赛是不会这样去追的 那是 抢河蟹 二级的蝎子在自己的水晶尖打范围内 是非常的强 非常非常的强 这个你不要妄想跟他对拼 哎呀走下来被极箭买出的EA 这个是瑞兹来得快一点 瑞兹过来 瑞兹先过来了 想硬怼伤害怼死了 这个距离不够交闪现 弗莱斯的位置闪现是闪现壮长的 不要是卡莎这个W 还帮他补了一下伤害 没这个W走了 没这个W应该是能走的 这个虚空所敌 哇卡莎这个W太关键了 弱视野的同时摸眼下来 只有一步一个人 这一脚QQ到了 王森在Q技能加强了100码之后 你总感觉他比你预感的要长一点 但刚刚小明的位置 即使闪现应该二连距离都不够 有点披露 是 踢到摸眼下去 再踢回来 这位是瑞兹开车 但是喀兹的血量可能先接止不住 牛头闪现二连 卡莎凯旋出发 回了一波血 这个点火点不死卡莎 而且正面绿毛也没有做到太多的事情 这波卡莎太果断了 他的一个血量 一直就在一个生死线之间游离 但是最终凭借着一个凯旋回了一口 因为这种打法很凶的 想直接上开反击风暴 直接踢到绝度老婆的身上 中部这边闪现交出来回身 开一套AJ 也知道你没留人技能了 AJ这时候是开大的 不虚 真的 真的 他刚刚回家先买了一个 水银靴 对 他一开始回家是 这硬拉吗 这两个人伤害应该是不太够的呀 都当摸上来 又是挂到了天津波 回应期出不出 但是九种绿毛这波 是先比小明到的 所以喀兹应该也是要撤退 这个水银靴 我觉得青东看的眼里 应该不能再这么上了呀 因为这样伤害是绝对不够的 那问题来了 这招选一切是什么牌子的 推到QR 这喀兹自己失误了 以芒僧在面对辛德拉的时候 一定是这种情况 被推到就 还没有补750 还没补这个450 有TP 卡丽斯塔可以收人的 把辅助收回来之后 小虎踢下来开车 一普的位置很危险 正好小虎被扎进塔了 哇 绿毛这手爆炸酒桶 藏得太到位了 这一波一婆跟绿毛打的是相当相当的 这两个 除卡丽斯塔别人都做不了这样的 因为参与到击杀的 他现在有闪有劣势者 想来抓这个地方好像有视野啊 绿毛被踢到 但一技能顶断了 一脚闪现 一脚闪现 跟伤害阿萨踢回来 大招把咔嚓炸回塔下 小明暖心的帮忙扛一下塔 鞋子来了 Fullis没有赶到上一颗人头 能不能赶到这颗人头 都不敢上 不敢上 这一个鞋子可上不了 牛头二连好了 这个一颗九头 加上一个副头之锚 很强 这波Fullis过来 不敢上 看到一个牛头 主要是这个牛头站在前面 他就很难受 一颗滑上去 一颗就可以找这个牛头 直接逼小明开启 一个坚定一只 绿毛过来一个大招 空了 又竟然并没有往后走 虽然明的位置很危险 应该是卖掉了老牛 他对于京东来说 这波其实想要追求更多的节奏 因为他们交掉了 浮衍的两个闪现 往前压了 这波约里克都在正面 瑞兹没有 瑞兹取得踢高地塔回首 但是这个二塔应该要不了了 绿毛又一个意义到了 又在 A队在边上开一个反星帽 帮忙掩护一下 京东终于是找到机会 将对面的中路 两塔连续推掉 如果内塔也 诶 这么找 有一个视野 但已经被屏蔽了 这波好像还是被发现了 但是牙刀走过来 应该被控制首位看到 是的 卡莎过来 坐控制首位看到了 这波要软到底 他卡莎的位置非常远 要看卡莎了 感觉软到底了 这次开车 卡莎进来 卡莎进来 卡莎震亡了 龙克里的团战精度 应该是绝对的优势 这波押上去只要撤就OK了 正面进去的人都只能卖掉了 UJI下一块 与赶紧E技能往后拉 绿毛的一个Q技能 没有减速到 这波两个C还要打五个人吗 真的假的 UJI还飞进去叫闪现 把一波打到一四线 小五眼闪现过去 帮助羊羔的一个闪现 身上都有一技能 先收掉了一个西德拉 打住一个被动 陆年的脸上再打一个被动 这时候UJI还跟上来 打住一个 要这样终结掉了数 我的老天儿 RNG双息 两个打五个呀 这样的话 哎呦 绝境下 KASA太变态了 这个男人 这KASA真的太变态了 为什么又被他抢到了 关键KASA这赛季 已经多次在这种 几乎于上帝是小看绝境的情况下 拯救了RNG 这波龙如果没抢到 都下沉了 后果真的不堪设想 后来是沉早了 沉完400多点血 而且京东这波被抢龙之后 我觉得心智受影响了呀 这三个杀了走了呀 他们想要把龙种全打掉 这真是龙被抢 我觉得心智受影响 如果这波龙没被抢 京东绝对是五人回射开始分推 对吧 但是龙一被抢 京东觉得这波一定要把你龙种也打完 太上头了 硬去用状态不好的五人 去接这么灵活的双C 而且又在跟小虎的无间配合 这一波两个C打了是真的凶 那这样的话局次来到了 RNG手上 雙C手上还握有龙种 正面是禁锢到了 打一个超复合 来看一下上一波团战 小虎 这个伤害是拉满了7561 下路这个位置留住了 Zoom Zoom去手被出发直接秒掉了 这样 没了Zoom之后 下路的2塔 RNG直接推掉 而且 要等待后续的兵线上高地了 偷来的风险低那么一点 牛头到后面 脚在后面 直接浪费 新的浪费踢出来 AJ直接一棒带走 正面再挑进去 硬盘只能卖掉前方 绿毛开了一块表 冯连身上被挂了一个盲身的QG灯 戴卡萨 已经是被绿毛在死前给换掉 但是正面的高地至少一路 甚至一波 甚至一波 约辛德拉还有28秒钟 没有做常识 就我刚刚看到那个占卜球果 站在那个位置 你就觉得能抢 我就觉得冥冥之中有一些什么注定 那太过分了 这个真的就是 我还是要无数次的重复这句 我在解说台上不停说的一句话 就是抢龙这种事情是无法去安排分 是5050的 而且就是先打龙这种是没法说 就所以我会说他B会好 因为B是什么 B是你有余力分人在上面处理盲身 但刚才那种情况太诱人了 我觉得刚才那种情况 你不能说去新惩战是错误的决定 真的 因为刚才的情况 UZ刚刚我看到 那个龙在马上能逞得 UZ非常远 刚刚走到中路 刚刚那么 鞋子被蹲到二连起来 这位置小夫应该是要先将秒表 回这卡萨想踢 一谱交了闪现 卡萨的位置有点危险 也交这一块表 马上R进来 直接把一不一道伤害打残 被绿毛炸开一不一撕血 卡萨的位置非常好 而一不已经没有作战能力了 接着他推 是杀掉了瑞兹 小虎这边被秒了 在这卡萨 一个停一波 硬捧着走位回来 虚空所敌 三个人是活了 这一波京东已经算打得相当的好了 这个龙必须得来了 凯克自然的老牛过来 这龙怎么办 没有人能够进龙坑抢 没有打野 第二条大龙被收下来 像流人绿毛进龙坑 打谁拉UDI吗 推到了两个人 UDI这个位置有点危险 被炸回来 嘴硬带已经先解过了 UDI瞬间要开出一块表 这个位置应该是一个死局 那将RNG身价只能撤 留这两个龙总在AJ以及小明身上 有佳元守卫的加速效果 消失了追不到了 这个龙本带有瑞兹 他带着带 这阵容现在只要不打团 RNG还主动开了 这位置打起来之后 牙膏没有被踢回来 反而是Kata的位置很危险 这波RNG为什么要选择主动开团呢 这波UCI感觉 不是 我觉得开团后面的事情 都没什么说的 但是为什么要主动开团呢 应该不是RNG主动开的 那是第二条的第一 第二条 其实有点浪费 前面的时间是因为小狗陵王 在大龙坑外面 来看一下这波 推到 我觉得到这都没问题 啊 啊 是 UZI跟小鸣两个人 小鸣看UZI没办法了 看上去看 UZI这波上去点人的时候 被其他直接打出第一条命了 这是UZI的失误 这波是UZI的失误 UZI是不是觉得说 他西德拉脚子一大招 这波团战他们能引出 主要有一个重点是什么 是没有什么必要 就是 这波真的没必要 因为没有什么收入力 三条大龙已经远古巨龙 同时刷新 我们竞争俄比 已经来到了白色化的最终阶段 这都直到拨不下去了 绝片一拨 但是下面的偷家 怎么忽然偷家了 这波又偷家了 这波 这边大龙8000点 6000点血 已经中心 没开到 绿毛鞋倒出了 而且他能下去了 2000多点血 大龙是谁的 大龙不同时罵他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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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所有人被留了 武器大师带到底 Amazing Jay跟小虎两个人 拿下了GD 我们恭喜RNG 最终以2比1 在金城德比中 拿下第一届的金城德比 获胜者是RNG 这个结局 这个结局太习一句话了 这个结局太习一句话了 哇 这一脸懵 怎么回事 没办法 这没办法 但是 我觉得这场比赛 最关键的地方 KASA抢上第一套大龙 以及双飞绝命二打五 所以那个时候 其实进攻的优势 是很大很大的 但是在第一条大龙的图理上 顽强的RNG啊 真的是 绝境下的KASA 再一次做到了 神乎其神的抢大龙 以及双飞的二打五 帮助RNG可以说 撑过场比赛 最艰难的时刻 其实也说 在第三场决赏剧当中 RNG通过绝命的偷家一波 这个决剧体现是比较少见的 就是获胜的红色方的RNG 他在最终结束的时候 其实只领先了2000块钱的一个 没错 我都不知道给谁了 你说是给KASA呢 还是给谁呢 给的是小虎 上海拉满的小虎 在关键的那波2v5团 他跟NUGS打出了一波 很漂亮的一个团战 好的 欢迎来到今天的赛 后采访环节 我是主持人王萌 那我们邀请到的是RNG的打野KASA 来先和大家打声招呼 大家好 我是RNG打野KASA 好的 欢迎KASA 那其实今天第一局 前期我们RNG的进攻 也是非常的猛烈的 而且在第一局的6分钟的时候 就在中路进行了一波月塔强杀 那平常大家就比较好奇了 那平时这么温柔的KASA 今天怎么变得异常的凶猛呢 主要还是角色的优势比较大吧 然后就是最近我跟郭老师有聊天嘛 然后他就跟我说 你不要这样打 你帮他 你帮他 你就去帮他 然后我最近打比赛就变得很凶 所以还是继承了我们郭的意志 那我们也可以改一下你的称呼了 不要叫卡妹了 以后就叫卡格好了 那其实今天在第一局的20分钟的上路 有一波团的时候 出现了一点点的失误 那一波团是开的 其实是比较的莽撞的失败了 那当时是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 你们会去开这样的一波团呢 那不过主要我们 其实等小兵就会赢了吧 因为我们中下水晶已经踩掉了嘛 然后我们整体站的位置也靠前了 所以给对方一个这样的机会 所以还是整体的位置靠前 导致了那一波团的失误 那其实我们就说到了第二局 第二局开局的时候 我看前期也是比较难受的 开局的时候是零buff开 而且千诀又是一个野区入侵能力 非常强的一个英雄 那你是怎么样去度过 这个前期的这个虚弱期的呢 其实我看他吃我也怪还蛮开心吧 因为我发现我打buff也挺慢的 他干脆要帮我打算了 就干脆让他打就算了 那你觉得第二局失败的原因 是出在了这个英雄的克制方面 还是说当时的团队交流问题上面呢 主要是京东在整体上做的比我们更好吧 因为他们其实我们是选扎克 来克制他们一些阵容嘛 但他们其实随时保护得很好 所以我也没有给我们这个机会 所以还是保护得很好 那我们看到了 到了第三局的时候 你们那一波在大龙坑处 是一波非常精彩的操作 你是抢到了大龙 而且双C也是进行了一波非常帅气的2打5 那这一波的配合 那当时你们是怎么样去指挥的 是谁去指挥的呢 首先抢大龙就是最近被抢得多了嘛 所以想说想办法挽回一点面子 不然每次都被对面吃我很尴尬 然后操作的话 就是我们通常都是那种讲话大声的人 就会开始讲话嘛 然后刚好那时候双C就活着 所以那时候小狗就喊得比较大声一点 就小狗在指挥的 所以还是我们一贯的风格 谁声音大谁就是指挥 那其实我们也知道 京东是一个常常会打满这个BO3的队伍 而且他们打到后面会越来 状态会越来越好 那你们在最后一局 是如何去寻找机会赢下比赛的呢 就当个铁分奴吧 就看到他们给了我们这个机会 我们就去偷他们家了 所以还是铁分奴的意志 那我们也是看到我们的这个 我们下路偷家的这个情场 我们又再次遇见了 那这一波偷家 你们倒是谁去做的机会 谁去控制的呢 那时候是我们全部人一起输的吧 因为他们好像也有点紧张 然后他们能单待着绝目 然后一起跑去大龙打团了 结果我们就 就顺势就把主宝推了 我们也挺懵得 所以是准备好的这个偷家的情形 那也是谢谢Casa来接受我们的赛后采访 那接下来就到了 由战马支持的粉丝握手会环节了 我们有请B区8排2号 A区3排6号 A区13排11号 A区16排7号 C区2排9号的新银观众来上场 我们有请RNG的其他队员上场 再见